你没有经历过管理特别严格那种生活吗 因为我是跟爸妈一起住 然后我们家的门禁还好是11点 就是父母 就不管你长得多大 在他们心目中都是孩子 到了11点之后 他就会给你打电话 问你回不回来 就像李斯一样 永远有一盏灯在为你留着 这次的经历会是刻骨铭心的经历 因为这次和自己以往的生活偏离的太多了 是 烧饼在退菜前跟我说是 烧饼说 我真的觉得我接的不是一个节目 是我接完这个节目之后 意味着我两个月的生活都改变了 一个人希望自己做到更好